拍几张录影 录影丁 细小雪花从天上飘下 知情的远景兴奋录影 因为河欢山终于迎来 今年第一场雪 松雪楼披上一层白纱 武林的停车场也是白茫茫一片 就连车上都积了一层厚厚白雪 宛如童话世界 游客看到这一幕 开心捏起雪人 在打卡热点拍照合影 小姐 本来是要来看日出的 没有想到会看到雪 23号早上7点半左右 南逃河欢山气温降到零下两度 整条台14甲线 从昆阳到松雪楼一带沿途都有积雪 就怕游客上山车子打滑 交通部公路局一早也寄出挂雪链 才能通行的规范 下雪了 就我遇到雪 很开心 怎么说 就第一次遇到 第一次遇到雪 从各地来的游客看到这幅景象 忍不住呐喊 总算下雪了 下雪了 第一次来 第一次来就看到 有没有看到台湾下雪 真的太美了 真美是不是 真的太棒了 除了河欢山 为在台中最高峰海拔 3345公尺的自家洋山 早上6点也开始降雪 沐雪又越下越大咯 商务人员一早醒来 看到山区变成银白世界 赶紧用手机记录下美丽雪景 汉流发微加上水汽充足 中部山区纷纷降雪 让募集民众又惊又喜 进行为 公平柔邱平一 赖文中采访报导 全新美丽雪 Porphyx